第401集 我爹一把抓住了羊炮 往自己的胸膛上顶着说 熊瞎子 你要是开枪 就朝我胸膛上开枪 看见了吗 这个 是心脏的位置 我爹使劲地晃了几下羊炮 熊瞎子被我爹震住了 手直接胆怯地颤抖了起来 在那里一冷神 手里的羊炮 握不住一下子掉在地上了 我这时过去 一把抓住了熊瞎子的衣服领子 对熊瞎子说 高日的熊瞎子 你好狠毒 用血浮害我们家 我差点就被你害死了 你够狠毒的呀 这 什么血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听到这里 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心底升起 举起船头朝着熊瞎子打了下去 只打了两下 熊瞎子就嚷着打死人了 让我想不到的是 熊瞎子在那里居然像村里的娘们一样撒破呀 我爹看着熊瞎子的样子心里气不过 赶上去踹了两脚 熊瞎子直接蹲在了那里 扁着嘴一个劲的嚎 熊瞎子一装孙子 我们还真有点不好下手 要是和我们对着打 那我爷俩可以狠狠地教训一顿 可熊瞎子在地上装孬肿 装软蛋 我们还真下不去手了 现在的熊瞎子死缠烂打的不承认 说那些不是他干的 还说我们打死了他的狗 已经被呼成狗肉了 这是我们父子俩在那里讹人呢 让我们把僵尸狗弄了 让大伙认认 是不是他家的狗 可那僵尸狗已经烧了 我们去哪里找僵尸狗的尸体 看来呀 麻子大爷把僵尸狗给烧走了 熊瞎子不承认 我家死的羊 想找他赔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爹的心里有骨子闷火 就又踹了熊瞎子脊脚 这时麻子大爷进来了 一进屋就问我们爷俩干什么呢 熊瞎子一看是麻子大爷来了 就赶紧的从衣橱里爬了出来 不顾地上的泥泞 一边爬一边哭好的 耳术快救命啊 你要是再玩了一会儿 我可就被三叔和小都打死了 熊瞎子这个人特别的晦荣 齿高气阳的时候是他 装熊的时候也是他 麻子大爷看看熊瞎子 又看了看我爹 然后叹了口气说 唉 老三哪 打得差不多就行了 别为了挤头羊 闹出人命来 你看看你把熊瞎子打的 趴在地上求情 多可怜呀 我爹听到这里就喊道 二哥 我就打了几下 下手又不中 心里恶气还没有出呢 这个狗是他最会撞了 肯定是撞的 熊瞎子一听 哀嚎声更大了 在那里抱着麻子大爷的腿 仰着头 瞪着巴拉眼 撑着他的长眼皮 看着麻子大爷的脸色说 二叔呀 你说 我也是堂堂七尺 说到这里 熊瞎子停了一下 他的个子顶多 也就是五尺 他心虚没敢说下去 然后赶紧改口道 我好歹也是堂堂四尺半的汉子 如果他们把我打轻了 我能爬着求您吗 我看到熊瞎子的赖皮眼 就上去照着熊瞎子的屁股 又是两下 麻子大爷拉着我说 哎呀 小洞啊 差不多就行了 我指着熊瞎子说 大爷 这个狗儿的太会装了 你看他眼光闪烁 根本就没有悔过的意思 干脆呀 把他的腿砸断了 让他不能再出去害人了 我说着话 就拿着棍子过去了 立在了熊瞎子前面 熊瞎子一看 身子就是一抖 然后眼珠子转了转 撇着大嘴汗叫救命 麻子大爷说 熊瞎子 你这个人做事太恶毒 其实我也想打断你的这双狗腿 熊瞎子 我问问你 你今天要跟我说实话 以后能不能改正错误 重新做人 叔啊 我听您的 什么都听您的 从今天起啊 我一定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被那将尸狗咬死 我一听熊瞎子发的这个誓言 等于是没有发言 他知道那个将尸狗 肯定被我们处理了 这样等于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誓言就成了空了 其实他不知道 那个将尸狗脑袋里还有一根棺材钉 将尸狗的怨气不能消散 一定会回来复仇的 这时麻子大爷看着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可知道这誓言不能随便法 但愿你能够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 那僵尸狗 不用回来找你应试 熊瞎子赶紧点头 说自己已经知道了 这时麻子大爷对着我爹说 老三啊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咱们呀 回去吧 我爹说 二哥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那我的那几头羊岂不是白死了 那是该盗你破财 俗话说 破财免灾 那几头羊的钱呢 我给你出了 二哥 可别这么说 我那几头羊 就算了 幸好只是羊出事了 人没有什么事 但愿熊瞎子 他能改邪归正 小冬 咱们走 说完之后 我爹就在头前走了 我在后面跟着麻子大爷 麻子大爷又说了熊瞎子几句 这才从熊瞎子家里出来了 出了门之后 我就问麻子大爷说 大爷 你就这么放了熊瞎子了 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麻子大爷笑着说 熊瞎子 胡乱发毒誓 等毒誓应验 就完了 咱爷们等着看戏就行了 人教训他不信 鬼神报复 才能彻底地改变他 熊瞎子就是一个无赖 阴险 狠毒 善变 这样的人是属于滚刀肉的 我们虽然气势汹汹地去找他 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样的人揍中了吧 或者直接打死了 我们就犯罪了 揍轻了 他肯定是不服 我现在有点期待僵尸狗反噬了 如果那僵尸狗真的像对付我一样 对付熊瞎子就好了 也让他尝一尝被梦魇缠身的滋味 麻子大爷没有回家 他怕我爹想不开就直接去了我家 到了家里之后劝我爹 让我爹不要为了死头羊伤心 麻子大爷一劝 我爹那哪还好意思生气呀 说不为死了死只羊痛心了 为了表示真的不生气了 还特意请麻子大爷喝酒 说完之后让我拿着钱 到南湖的刘家饭店买了些酒菜 但麻子大爷拦住我爹了 他掏出钱让我用他的钱买 我拿着麻子大爷给我的钱 到了南湖刘家饭店 买了猪头肉猪肝猪蹄子啥的 咬了一些老汤回去 我娘又在家里炒了几个菜 弄了一大桌 然后啊 麻子大爷让我买了捆啤酒 别看我爹整天喝酒 但从来不让我喝一点的白酒 麻子大爷这是知道的 这才让我去买了啤酒 那时候的啤酒大伙都说是用地瓜干子造的 喝起来有骨子烂地瓜的味道 不过这个酒一般是喝不醉的 我爹允许我喝 一直喝到天黑 麻子大爷和我爹都喝醉了 我送麻子大爷回家 而我爹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然后就把这事抛至脑后了 送麻子大爷回家了之后啊 我看了会儿电视 也躺在床上睡觉 夜里想起了僵尸狗的事情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一直到了后半夜 这才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我就被大黑的叫声弄醒了 大黑在院子里朝着大门口叫呢 我坐起来之后看了看 天已经亮了 门口没什么异样了 大黑是有灵性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乱叫的 门外肯定是有什么情况 我想到这里赶紧地下床开门 现在是白天了 又有大黑在 不用怕有什么危险 我到了院子里 大黑摇动着尾巴迎了上来 我摸了摸大黑的狗头 抱了抱大黑 然后就朝着大门口走过去了 而大黑呢 则跟在我的后面 到了门口 我听见门外有抓门的声音 当时就是一愣 僵尸狗也抓门呢 不过很快我自己就笑了 这大白天的 哪会有僵尸啊 想到这里我就打开了门 朝外边看了看 也没有什么人呢 我正在奇怪的时候 我的脚脖子忽然被抱住了 把我吓了一跳 不由的想要抽脚往后退 可我的脚被抱得死死的 我赶紧朝地上一看 只见地上有一个人 那个人身上的衣服都烂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抓得一道一道的 透过被抓碎的衣服 可以看见身上布满了抓痕和齿痕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那些伤痕变成紫黑色 并没有出息 看上去触目惊心的 再看看那个人 脸长了一张大花脸了 长长的眼皮 几乎是把眼睛给盖住了 一看这个明显的特征 我就认出来了 地上抱着我脚脖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无赖熊瞎子